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话题 首先,随着特朗普有可能再次入主白宫 他那些激进的贸易政策和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可能会卷土重来 专家们预测,这可能包括对所有国家进口商品征收10%的税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税 这无疑将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其次,近期中国移民通过美国南部边境的数量激增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些移民通过达连爱口进入美国 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对较高 他们背后的推动因素包括中国国内的有限前景和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 最后,随着普京开启其第五任期 俄罗斯准备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 这凸显出自普京首次掌权以来俄罗斯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普京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体系的必要性 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内部控制和对外强硬立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世界 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格局似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从Foreign Policy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窥见三个重要的国际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当前的全球动态 还可能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发展设定基调 首先,让我们探讨唐纳德 特朗普可能再次入主白宫带来的影响 据Foreign Policy指出 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会从其他的激进贸易政策 包括对所有国家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以及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甚至可能导致两国经济脱钩 特朗普团队的支持者认为 提高关税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 并限制中国的产业过剩影响 然而,批评者指出 提高关税并未能减少贸易逆差 反而导致国内金属和中间产品价格上涨 使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此外,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复活 可能会使美国难以团结盟友 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并加剧亚洲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其次,中国移民透过美国南部边境的增加 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Foreign Policy的报道揭露 这一趋势的上升 主要是由于中国移民总体增加 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 以及中国国内前景有限 中国移民通过生动反应反共产党的叙事 携带圣经和十字架 以加强他们的庇护申请 此外,2015年厄瓜多对中国游客免签 也使得中国移民更容易从那里开始他们北上的旅程 然而,这段旅程并不便宜 由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主导 与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建立了联系 从中国到美国南部边境的旅程费用在1万到2万美元之间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宣誓就职第五任期之际 俄罗斯武装部队准备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自普京24年前首次上台以来 俄罗斯的戏剧性变化 还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紧张程度 普京在最近的旧职演说中 谈到了建立一个强大且绝对抵抗任何挑战和威胁的政治体系的必要性 并指责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侵略来施压俄罗斯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举行军事演习 以练习部署战术和武器 这是莫斯科首次公开宣布涉及战术核武器的演习 这三个事件揭示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从特朗普可能的回归到中国移民的增加 再到俄罗斯的核武器演习 每一件事都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 我们将继续见证国际关系的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对全球未来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行为不失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 面临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指控 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根据Foreign Policy的报道 内塔尼亚胡正寻求拜登政府的帮助 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 对其因加沙地区涉嫌战争罪行的指控 这些指控主要与阻碍食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有关 以色列政府否认限制援助的流动 但有大量报道指出 以色列官员对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设置了障碍 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指控 反而威胁要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报复 拜登政府声称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 但这一论点过去已被推翻 目前拜登政府正试图从实际影响的角度对此案进行辩护 认为这可能会炸毁一切 然而历史表明对战争罪行的指控 往往通过边缘化一个滥用权力的领导人来促进和平努力 对内塔尼亚胡的指控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因为它目前是加沙持久停火的主要障碍之一 内塔尼亚胡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 正在破坏与哈马斯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格鲁吉亚的政治局势也在Foreign Policy的报道中引起了关注 格鲁吉亚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面临广泛的抗议 和公众不满 因为它在执政的第三任期中采取了一些引起争议的政策 该党重新引入了一项外国代理人法律 要求接受超过20%资金来自国外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机构 注册为外国影响力的代理人 这项法律被视为使格鲁吉亚更加靠近俄罗斯 数以万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撤回该法律 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格鲁吉亚政府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格鲁吉亚梦想党指责西方希望在格鲁吉亚对俄罗斯开辟第二战线 并指责乌克兰政府试图将格鲁吉亚拖入冲突 格鲁吉亚政府还因其日益增长的威权倾向和被认为的轻额倾斜而受到批评 美国对格鲁吉亚梦想党领导人的密切盟友实施了制裁 并且格鲁吉亚与中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这进一步加剧了其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在科技领域 苹果公司Apple面临着如何投资其过剩现金与人工智能AI领域的难题 Reuters Breaking Views的报道指出 虽然投资于AI对于这家科技巨头来说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之举 但这对苹果来说比对其竞争对手如微软Microsoft更具风险 苹果的主要焦点仍然是设备销售 它缺乏微软和Alphabet通过其云计算平台所拥有的AI盈利明确路径 苹果一直在增加研发支出 但股东并没有因此获得强劲的股票表现的回报 因此苹果一直通过股息和回购向投资者返还现金 然而投资者期望苹果能够在长期内不仅仅是一个现金牛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还是科技创新的领域 领导人和公司的决策都在塑造着世界的未来 每一个决策背后都隐藏着广泛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将如何展开 还有待我们继续观察和分析 在今日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不断上演 而这些互动背后的力量对比 往往与军事开支密切相关 据经济学人引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CIPRI的报告显示 2023年173个国家中有102个国家增加了他们的国防预算 全球国防开支增加了6.8% 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 特别是欧洲的北约盟国 除美国外 他们的国防开支增加了680亿美元 增幅达到19% 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联盟 北约的年度开支进一步增加了160亿美元 在国际合作与发展的另一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不断推动区域经济的融合 外交官杂志报道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的说法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CKU铁路的建设将于10月开始 这条铁路预计将缩短中国至欧洲的路线900公里 货运时间预计将缩短8天 尽管项目的大部分建设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西部进行 但项目的资金问题仍然是一个难题 该项目的融资将需要国际投资者的支持 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财政援助 而铁路的中长期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在国际法律的舞台上 经济学人报道 以色列担心国际刑事法院 ICC可能会对包括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湖在内的高级以色列官员 就夹杀战争中的行为发出逮捕令 尽管ICC尚未宣布任何此类举措 但以色列官员正严肃对待这一威胁 国际刑事法院处理的是个人而非国家 并且有权针对战争罪行发出逮捕令 在夹杀战争期间 针对以色列的战争罪行指控不断 这三个看似不相干的报道 实际上共同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画卷 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国际法律 从北约盟国的国防开支增加 到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的启动 再到以色列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行为背后的多重动机和考量 在国家安全的重压下 各国不断加大军事开支 试图通过强化国防来保护自身安全 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工具 尽管其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不容小觑 同时 国际法律的制约和约束也为国际关系增添了复杂性 使得国家在行动时必须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和风险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中 各国的决策者需要具备前瞻性和智慧 不仅要考虑国家的及时利益 还要考虑长远发展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无论是增加军事开支 以保障国家安全 还是推进基础设施项目 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亦或是在国际法律框架内维护正义 都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乌克兰随着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的入侵 该国经济已经缩水了25% 而企业则利用这场混乱避税 尤其是农业部门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农业在战前占乌克兰出口的40% 农民们正在寻找在冲突中优化税收的方法 此外 由于650万乌克兰人离开了国家 国内食品市场已经萎缩 而俄罗斯针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攻击又推高了成本 结果是 每5吨粮食收成中就有2吨没有为国家库房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 美中两国在气候智慧型农业上的合作 被认为对全球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报道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 世界将需要更多的食物 而气候变化等压力正在限制农业生产 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农业系统的关键角色 他们在食品和农业领域的合作 为两国乃至全球社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专家们就气候智慧型农业达成了四个共识领域 包括促进水资源紧张农业区的可持续农业生产 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 就农业气候影响的测量标准达成共识 以及加快对替代蛋白质的投资 在中东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似乎触手可及 经济学人报道说 哈马斯宣布与以色列停火 这在加沙最南端的城市拉法引发了庆祝 然而以色列官员声称提议的协议存在问题 庆祝活动显得为时尚早 第二天早上 以色列坦克占领了拉法过境点 这是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入口点 这些报道揭示了全球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乌克兰 战争的混乱被一些企业用作避税的机会 这对国家的财政资源造成了压力 而在国际层面 美中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展示了 如何应对全球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这种跨国合作的潜力凸显了 在战略竞争时代寻求共同挑战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停火协议的谈判 再次提醒我们地缘政治 动荡如何影响地区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 总的来说 这些报道提供了一个全球视角 展示了战争 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如何塑造 当前的全球格局 无论是在乌克兰的税收优化 美中在气候智慧型农业上的合作 还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 这些复杂的议题都需要跨国和多领域的合作 来寻找解决方案 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数据的收集 与分类标准的更新 成为了反映社会多样性的关键 近日 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的学者们 讨论了美国多样性数据迫切需要的修订 这一修订 由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MB提出 是自1997年以来的首次重大修改 这项新标准的更新 不仅是对美国种族和民族人口 统计学变化的响应 也是对个体身份认同 更灵活反应的尝试 新标准增加了西班牙裔 或拉丁美洲人和中东或北非 MINA这两个新的最小分类 这是对过去几十年 五个种族分类的扩充 这些变化 尤其是将MINA从白人子类别中独立出来 是对这些社群自我认同的更准确反应 此外 新标准要求政府机构默认 收集每个最小种族和民族类别内的 详细种族和民族群体数据 并鼓励受访者选择所有适用的类别 以便更好地收集多种族和多民族类别的数据 这些变化 预计将极大的改善政策制定者 学者和实践者 对种族和民族差异的研究 特别是在经济福祉 健康 教育等方面 尽管OMB承认 实施这些新标准将面临挑战 但他承诺提供指导 并维持一个跨机构委员会 以持续研究和审查这些标准 在巴基斯坦 一起针对中国工程师的自杀室 袭击揭示了区域安全的复杂性 据外交政策报道 这起袭击由一名阿富汗公民策划 目的是破坏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 巴基斯坦军方指责 塔利班未能履行其承诺 即不允许其领土 被用于对任何国家的攻击 这一事件 凸显了跨国恐怖主义的挑战 以及巴基斯坦加强 与邻国边界安全的努力 在国际法的另一个领域 国际刑事法院 ICC对以色列官员 包括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应在加沙地带与哈马斯冲突中 涉嫌犯下战争罪的指控 具有管辖权 尽管以色列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但巴勒斯坦是 这意味着ICC可以对在巴勒斯坦领土上 涉嫌犯下罪行的以色列官员 提起诉讼 这一点引发了 关于国际法适用性和一致性的辩论 特别是在处理来自不同国家的官员时 这些事件和变化展示了 全球化时代下 多样性数据标准更新 跨国安全挑战 以及国际法执行的复杂性 它们不仅影响着 国家内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也影响着国际社会 对正义、平等和安全的追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变化 这些领域的发展 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